你好 欢迎收看1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10天春节假期进入尾声了 为了应对庞大返乡出游人潮和车潮 尽管是海流来袭气温骤降 原警们还是捐守岗位 要确保用路人将会安全 花莲警分局的分局长吕玉腾也亲自骑上机车 在寒风刺骨的夜晚沿线发送暖暖包给每一位站岗同仁 提取他们在第一线执勤的辛苦 10天的春节廉价进入尾声 为了应对庞大的返乡出游人潮及车潮 尽管是寒流来袭气温骤降 原警们依然都是坚守岗位 要确保用路人的交通安全 而花莲分局长吕玉腾则亲自骑上机车 在寒风刺骨的夜晚沿线发送暖暖包给每一位站岗同仁 让原警直呼好暖心 国军 刚刚不是你 换你 很暖 有关春节年假10天的部分 我们在重要的金山脚以及东大门夜市的周边 都有部署相关的交港警力 每天动用的人是高达117人 那因为长达10天的假期 每天的气候都不一样 像昨天是比较炎热 今天气温又骤降 持勤的同仁都相当的辛苦 那也还好在这几天的交诊之下 同仁的辛苦没有白费 车流量的状况及行人的安全上都有得到非常多的保障 那因为我们港哨相当的多 那同仁的部分我们都准备暖暖包 每个时段的部分都由 个人及干部会前往去送给同仁 那让同仁能够更加的温暖 华联分局也呼吁驾驶人 在行车前务必做好车况检查 事先规划行车路线 切勿疲劳驾驶 并善用及时路况资讯 行驶过程中注意不要超速 不要危险驾驶 才能确保自身及他人交通安全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